要不要再幫我 那你不要穿 民眾推著水桶澆花 但這些水源 全來自住家旁的燕色湖 而不是住家的自癌水 這樣一桶一桶提喔 對 社區公園剛開的花 不敵烈洋曝曬 有的已經枯萎 居民不忍心 只能到旁邊的櫻夢湖 打水灌溉 種一些花讓它漂亮一點 對不對 結果現在缺水 可是你不能放棄 放棄你前面種的都完了 你看那個籃球場那一整片 那個現在都開仙丹花 紅的 粉的 黃的 很漂亮啊 你不教它會死啊 社區內的洗車店 也好不到哪去 因為水量很小 暫時無法飲業 店裡堆放大大小小水桶 就超過十多個 沒辦法 沒水就是沒水 美的世界社區 在消防局水車的協助下 將自癌水水車 注入水箱車 經過高壓輸送 在注入社區 300噸的水塔 讓三天前 原本已經見底的水塔 注入了超過150噸的水 預計這兩天就可以供水 這個水塔是有300噸的池水量 你知道嗎 那因為這個水塔是專用於 在我們美的世界社區 我們社區裡面有250戶的住戶 你知道嗎 那因為在這個水位 如果沒有達到一個 滿那個就是高水位的話 我們這個是屬於高地供水 用動力的方式來供水 所以這個家務還沒辦法 去享用到那個水的資源進來 所以我們盡量說用這個 像就是河醫院來爭取的啦 用消防局的車輛來做高壓 高揚的那個施送 一般的自來水車的壓力 是沒有那麼強的 那那個消防車的水柱呢 它本來就是在救火用的 它的壓力非常的強 幾噸的水大概是不用幾分鐘 就馬上就可以灌入我們水塔 所以說我們就是會建議說 以後是不是用這種方式 來就是把這個水 注入我們社區裡面的水塔 讓公民眾使用 我們消防局大概從13號開始 那前天昨天還有今天 我們陸陸續續 提供我們消防車 給我們相關的一個社區 那也協助在水公司 他們來輸送這些水源 那目前來講這幾天 我們一共提供了28個消防車的車次 那還有175噸的那個水源 我想這些水源對 我們消防車來講是沒有影響 但是這些水源呢 我希望說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 他能夠一起來珍惜 大山澳坑地區持續的缺水 深溪路一帶店家沒有水 乾脆拉下鐵門休息 而立井江山社區持續派水車來供水 我們做吃的嘛 你不能洗菜洗得乾不乾淨 你要怎麼吃 基隆持續高溫 沒有下雨 水庫只能再撐十幾天 面對即將可能採取的分區供水 民眾還是要珍惜水資源 動體時間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好